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材料 分开有两个锅 一个锅是做蛋黄的蛋漿 另一个锅是用来做蛋白的 这个锅是特别幼的 看 幼得幼得 放在这个团队里 只是锅这个粉 这里是有蛋黄粉 一有四分三杯 锅这个粉也要有耐性 因为它是幼的 不是那些大锅的锅 那些锅的锅 两下就全部放进去 我再加一大锅的煤盆粉 有些粒子的 用手搓 洗完 再加一茶匙的盐 再加半杯糖 好了 那我们就放蛋了 总共七只 教你打蛋 一下 然后用手搓 擦开它 蛋白 在另外一个锅中 千万不要有蛋黄 放进去蛋白 我们做Sponge cake 就是最紧张的这一下 好 那我们有七个蛋白 但是呢 我们只需要六个黄 蛋黄下了 六只在这里 蛋白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加其他的 就是有半杯的油 倒入去 接着四分三杯水 好 慢慢搅拌 然后我们呢 就在这里做蛋白 这一样东西了 蛋白 七只 接着我们有这个 塔塔粉 那我们就是用 一半杯茶匙 半杯糖 准备在側巾 然后呢 我就用手机打 因为我可以控制它 我可以控制它 打边边 前前后后转弯 左右 我可以打 OK 用这个打都可以 不然它就死一个位 打蛋白 打蛋白呢 这个糖呢 是要分批落的 原因 你看到我用手机打 我可以转来转去 我可以前前后后地打 打到它是什么状态呢 好 你看一下 是否好像笋花 那样 半杯糖 你的手机一路打 然后你的盘 又一路转 你是不是一瞭它 好像一笋云 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我来测试一下这一盘 蛋浆 你看一下 是很柔的 一刮底 你看一下 没有白色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将两个混合 做蛋浆的盘 不要太重 如果太重 你真的摔不起 然后呢 我们就 Folding 你看到很多书 教你这个 Folding method 在底下 铺 铺在面 在铺 铺 在面 可以了 你看到它没有白 白 黄 黄 黄 哦 那就是温泉 这个 就是专制做 纸包蛋糕 可能 都很难找到 我最近 找到这个 叫做 Tulip cup 那你就买一些 Tulip cup的纸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放下去了 我们可以要倒到它 满满 满满都可以的 满满到那个边 那边都没问题的 好 那就可以进炉了 350度火 那又是我 预热了 好 十分钟左右 我就查查它了 我教个钟 十分钟 好了 我们烤了 十六分钟 这个是紧张期间 即是说 它出炉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好做 你就清它出来 那个原因 你如果它 它还是在那个盘那里 继续煮 它会变成炒皮 这个纸杯 是有些专门店的 做蛋糕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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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 很多的东西 现在不知为什么 是不是 市道不好 收拾一间 又收拾一间 就没有浪费 嗯 教这个方法 你可以剪 一个 砂糖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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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做 熱辣辣可以吃的 這個紙包蛋糕 多漂亮 是很香的雞蛋味 OK 試試做 留神小貼士 蛋白不可以沾有蛋黃 或者脂肪雜質 否則會打法不成功 這個道理就好像我們的心 不可以有歪雜的念頭一役